抱歉,我无法根据提供的文章内容生成一篇简报。 这些文章并未涉及经济学人杂志,而是关于美国言论自由问题和经济状况的讨论。 我无法从中提取出与经济学人杂志相关的有价值信息点。 如果您能提供更多与经济学人杂志相关的文章内容,我会尽力撰写一份简洁而全面的简报。 否则,我只能说明目前没有足够的相关内容可供报告。 简报,苹果智能助手和ADHD诊断新技术。 苹果公司即将在10月底推出其新的人工智能助手苹果智能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表示,这项新技术已经改变了它的生活。 苹果智能将提供写作工具、通知摘要、清理等功能, 并对Siri进行重新设计。 尽管初期功能可能会让用户感到失望, 但苹果希望通过提升日常生活质量来吸引用户。 与此同时,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无疮性脑机接口设备, 可以快速测量用户在玩视频游戏测试时的神经活动, 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地诊断、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该设备只需10分钟即可佩戴, 并与专门设计的游戏配合使用。 通过分析脑电波数据, 可以判断患者是否患有ADHD, 准确率达95。 这种新方法有望简化ADHD的诊断过程, 尤其对于表现较为内隐的组合型ADHD患者来说, 这种客观指标将更有帮助。 总的来说, 苹果智能和ADHD诊断新技术都体现了科技在提升生活质量和医疗诊断方面的潜力, 值得关注。 简报, 国家地理杂志2024年10月21日, 一,猫咪对人类互动的偏好, 研究发现, 大多数猫咪更喜欢与人类互动, 而不是食物或玩具。 这表明猫咪并非完全不可训练, 只要使用正确的激励方式。 二,猫咪情绪识别, 大多数猫主人无法准确识别猫咪情绪信号, 这与狗主人对狗行为的了解相比, 存在差距。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比如,通过研究人类与猫咪的交流方式来翻译猫叫声。 三国家地理频道新纪录片《坚韧号》, 该片讲述了一个世纪前《坚韧号沉船事件》的探索故事, 展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顽强意志。 该片将于11月1日在国家地理频道首播, 并于11月2日在Hulu和Disney加上线。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涉及了猫咪行为研究、 人类、猫咪交流以及国家地理频道的新纪录片制作等内容, 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简报! MV疾病的沉重负担。 文章描述了一个隐藏在视线之外的城市, 其居民均患有肌痛性脑脊髓炎、 MV这种疾病。 这个城市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医疗和社会问题。 1.MV患者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 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 医生常常将其归咎于心理因素, 而非生理疾病。 2.由于MV的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这种疾病容易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 导致研究和治疗资金严重不足。 3.COVID-19疫情爆发后, 出现了大量长期COVID患者, 他们的症状与MV高度重叠, 这应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同情。 4.现有的治疗方法, 如渐进性运动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 对大多数MV患者并无太大疗效, 甚至会加重病情。 5.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MV的遗传根源, 但这个领域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关注。 总之,MV是一个严重被忽视的疾病,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 只有通过持续的研究投入, 改善医疗态度, 以及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我们才能帮助这些隐藏在阴影中的人, 重拾健康和尊严。 很抱歉,提供的文章内容过于简单, 无法生成一篇有价值的简报。 这些文章只是重复询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并提示检查浏览器设置, 缺乏实质性的新闻信息。 在没有足够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 我无法撰写一篇简洁而又全面的简报。 我建议您提供更丰富, 更具有新闻价值的文章内容, 这样我才能够发挥我的写作才能, 为您撰写一份高质量的简报。 简报,科学界的道德困境。 主要内容, 一,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 在2020年和2024年首次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引发了关于科学客观性和新闻客观性的讨论。 二,130年前, 美国牙医威洛比, 米勒发现了细菌与牙齿腐坏的关系, 为全球口腔健康运动奠定了基础。 研究发现, 口腔细菌群的失衡会导致牙银炎和牙周炎, 并与多种全身性疾病相关。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预防的关键。 三,数字出版平台, SciOpen在短短一年内发展到100多种期刊,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质量。 四,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外科教授的实验室存在研究不端问题, 已有多篇论文被撤回, 引发了对精英大学癌症实验室的广泛关注。 总结, 科学界正面临着客观性、道德操守等方面的挑战, 需要加强自律和监管,维护科研的公信力。 同时, 新兴的数字出版平台正在推动学术交流的创新, 值得关注。 简报, Nature杂志2024年10月21日期刊盖览。 一,神经元连接图谱研究进展。 Flywire联盟发表了果蝇大脑完整的连接组, 包括约14万个神经元和5000万个突出连接。 这些研究为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神经回路奠定了基础。 二,Nature杂志编辑团队介绍。 杂志由总编Magdalena Skipper博士领导, 拥有多位专业编辑负责不同学科领域, 包括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地球科学等。 编辑团队成员均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专业背景。 三,Nature杂志内容概况。 杂志包括新闻报道、专题特写、观点评论等多种形式, 涵盖广泛的科学领域, 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科研进展和学术动态。 四,无新闻可报。 由于没有足够的相关内容, 无法就本期Nature杂志的具体报道内容进行概括。 总的来说, Nature杂志2024年10月21日期刊聚焦神经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同时介绍了杂志强大的编辑团队。 该期刊为读者呈现了广泛的科学报道, 为学术界和公众提供了最新的科研动态。 简报, 纽约客杂志报道新闻综述。 一,气候危机加剧, 极端天气, 事件频发。 多位顶级气候科学家警告, 地球正进入气候危机的关键和不可预测的新阶段。 飓风米尔顿在墨西哥湾形成, 可能成为佛罗里达西中部地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飓风之一。 飓风强度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强, 这种情况在过去极为罕见。 二, 纽约客工会再次采取行动。 纽约客工会在合同谈判中再次采取行动, 100%的工会成员投票授权罢工。 工会将目标瞄准即将到来的纽约客节, 试图通过直接行动影响杂志及整个行业。 三, 海洋微塑料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研究发现, 佛罗里达湾和路易斯安那州巴拉塔里亚湾的平比海豚, 呼出了含有微塑料纤维的气体。 这些微塑料与人类肺部发现的微塑料化学成分相似, 可能会对海豚的肺部健康造成威胁。 总的来说, 这些文章反映了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 工人权益维护以及海洋微塑料污染等重要议题。 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以期找到应对的有效措施。 哈佛商业评论期刊简报 本期简报汇总了哈佛商业评论近期发表的三篇有价值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介绍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利兹商学院的副教授The June Tony Khan博士。 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激励人们更加利他, 从而推进他人或集体利益。 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员, 被评为40位40岁以下最佳商学院教授之一, 并担任管理学杂志和组织行为学杂志的副主编, 以及美国管理学院冲突管理分部的主席候选人。 第二篇文章探讨了裁员对员工敬业度、 士气和忠诚度的负面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持续时间的长短。 文章指出, 人性化的裁员方式可以减轻这种影响, 并帮助企业更快地复苏。 但同时也提醒, 没有任何快速商业胜利是没有人力成本的, 企业复苏通常需要数年时间, 而非数月。 第三篇文章强调了企业商业模式的重要性。 文章指出, 企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关注创新商业模式本身的效果, 而忽视了它与行业其他参与者商业模式的相互作用。 成功的商业模式需要创造良性循环, 从而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文章建议企业应该学会增强自身的良性循环, 并削弱竞争对手的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企业在人才管理、 商业模式、 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性。 希望这些见解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2024年10月21日简报 依毒品大亨Big Mitch获得提前释放。 黑帮家族BMF创始人Dimitrius Big Mitch Flannery 将在迈阿密的过渡性住房计划中度过剩余刑期, 他原本被判30年有期徒刑, 以服刑继20年。 他的弟弟Terry Flannery 也在类似的过渡性住房计划中服刑, 预计2025年8月17日获释。 这对兄弟的故事曾被改编成STARS电视剧BMF。 律师表示, Mitch在狱中专注于个人成长和转变, 现在有机会开启新的篇章。 2237年前, 宪法文件以900万美元拍卖。 一份1787年印制的美国宪法文件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拍卖会上, 以9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是一份虽然拥有的稀有版本, 是当时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签署的13份副本之一。 这份文件, 在2022年被发现于一位前任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房产中, 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后, 重现世人眼前。 此外, 一份1776年的邦连条例出稿, 也在同场拍卖会上, 以100万美元成交。 总的来说, 这两则新闻都与美国历史文献有关, 反映了重要文物的保护和价值。 Big Mitch案例则展现了司法改革的进程, 为囚犯提供更多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这些信息对于了解美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都有重要意义。 简报 2024年10月21日, 佛罗里达州正面临着飓风尼尔顿的袭击, 但除了自然灾害, 这个摇摆州还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虚假信息风暴。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一直在散布谣言, 声称联邦机构故意阻碍共和党地区获得救灾援助, 并优先照顾非法移民。 这些虚假信息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提供救援的能力, 也引发了民众对联邦救援机构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 梅根、马克尔近日在与青少年交流时, 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人之一。 这一言论引发了皇室专家的质疑, 认为这可能会被视为自我中心的抱怨, 因为马克尔本人也曾被只有欺负员工的行为。 总的来说,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社会中虚假信息和个人利益诉求的交织, 给政府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带来了严重挑战。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恢复公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 维护事实真相, 共同应对危机。 简报 一、滚石杂志将于2024年11月22日 在纽约哈林区的阿波罗剧院举办最新一期的 音乐家对话现场活动。 这是该系列活动首次在这个传奇音乐场所举办。 二、本次活动将邀请多位音乐界巨星进行对话交流, 并有精彩的现场表演。 参与者包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泰勒、斯威夫特、 黑粉红成员丽萨等。 三、滚石杂志还与纪录片频道Documentary家合作, 推出五部短纪录片, 涉及从个人计时到深度报道的多个主题, 如毕鲁的水污染问题、海地的帮派冲突等。 这些作品将在两个平台免费播出。 似于此同时, 滚石杂志的音乐家对话系列自2019年推出以来, 已经邀请到了众多音乐界巨星进行对话, 成为该杂志的重要品牌内容。 总的来说, 滚石杂志正在通过现场活动、 纪录片制作等多种形式, 持续深挖音乐文化, 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丰富的内容体验。 简报 主题 户外装备选购和CyberCheck技术在警察调查中的应用。 一、户外装备选购 户外爱好者对装备要求很高, 很难选到合适的礼物。 不要试图自己选择, 而是选择一些有趣但实用的小物品, 这样不仅会让他们高兴, 而且实际使用。 文章还推荐了一些其他户外装备购买指南, 如睡袋、赤足鞋和美丽奴羊毛指南。 二、CyberCheck技术在警察调查中的应用。 2017年, 9岁的Kayla Ambehan被非监护人母亲绑架, 警方一直未能找到他们的下落。 后来, 警方与Global Intelligence公司合作, 使用CyberCheck技术获得了新线索, 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 无法据此申请搜查令。 Kayla最终在2023年通过一家二手店员工的提醒而被找到, 此前他们一直藏匿在俄勒冈州。 CyberCheck技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但警方和检察官普遍认为, 该技术提供的信息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不能直接用于案件。 一些检察官表示,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希望能找到类似的技术来帮助侦破案件。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从两个角度探讨了户外装备选购和新兴技术在警察调查中的应用, 既有实用性建议, 又有对新技术应用的客观评估。 简报 一、黑色幽默与智力 研究发现, 喜欢黑色幽默的人往往更聪明, 情绪更稳定, 攻击性更低。 这是因为, 理解黑色幽默需要较强的认知和情感能力, 能够在悲剧性的情境中发现幽默。 喜欢黑色幽默的人可能比不喜欢的人更聪明一些。 二、 Apple Intelligence的发布 Apple将于10月28日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工具Apple Intelligence。 Apple CEO蒂姆·库克表示, 这将彻底改变人们使用iPhone、iPad和Mac的方式, 就像iPod的点击轮和iPhone的触摸屏一样。 新功能包括电子邮件摘要、通知摘要等, 库克表示这些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 尽管初期功能可能有限, 但Apple希望通过细微的生活质量改善来带来重大影响。 三、乔治亚州十一区国会选举。 民主党候选人凯蒂·斯坦普尔的立场与民主党存在严重分歧, 包括支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反对同性婚姻等。 民主党正在紧急组织写票运动, 试图让另一位更符合党派立场的候选人获胜。 这凸显了政治分裂的严重性, 即使在同一政党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 总的来说, 这些文章涉及了黑色幽默与智力, 苹果公司新AI工具的发布, 以及一场充满争议的国会选举。 文章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 简报试图在突出关键信息的同时, 保持整体的连贯性和简洁性。 简报 1. 濒临灭绝的北大西洋经 北大西洋经长期棄息在马萨诸塞州沿海, 但现在已经濒临灭绝。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每年只能损失一只北大西洋经, 但今年已经损失了五只, 这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 造成北大西洋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船只撞击。 气候变化改变了鲸鱼食物来源的位置, 它们改变了迁徙模式, 这意味着防止船只撞击的安全措施, 无法很好地保护它们现在的栖息地。 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拯救北大西洋经。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规定, 将减慢船只速度, 为鲸鱼提供安全通道。 我们需要热爱鲸鱼和海洋的人站出来, 呼吁当地代表鼓励拜登签署这个常识性的解决方案, 拯救北大西洋经。 二,支持州参议员候选人John Cronin。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鼓励沃斯特和中部郡的居民投票选举John Cronin为我们的州参议员。 我在过去四年里了解了约翰, 发现他诚实、直率和可靠。 约翰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与两党成员合作, 并能够将这个地区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特别尊重约翰在陆军中的服役经历, 以及他在从西点毕业后愿意在阿富汗担任战斗军官的勇气。 约翰体现了我们父母和祖父母在国家最艰难时期服务的价值观。 我强烈敦促支持约翰·克罗宁成为我们的州参议员。 三、支持玛格丽特·斯卡斯戴尔当选州众议员。 玛格丽特·斯卡斯戴尔是一位出色的州众议员候选人。 她热心长、聪明、专注且充满动力,渴望为人民做好事。 作为我们选区的首任州众议员, 她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成就, 并有更多项目在等待实施。 她勤勉地与我们当地的立法者和市政府合作。 她的努力成果为我们的城镇和选区带来了大量资金。 她首轮的成就包括为学校、老年人、住房、图书馆 和我们最喜欢的城镇食品银行提供资金。 玛格丽特获得了马省环保联盟两次背书, 并发起或共同发起了一百多项旨在保护环境的法案。 她深入参与那18股医院的医疗保健健康问题, 并致力于我们当地的医疗保健事业。 她在社区发展和小企业联合委员会任职。 也许更令人欣慰的是,她致力于直接帮助他人。 她已经担任送餐上门计划的志愿者约15年, 在担任周众议员的同时, 仍然亲自送餐和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 她是一个非凡的人, 值得有机会继续为我们的轮。 2024年10月21日简报,国际经济政策的新格局。 主要观点。 一、美国正在从长期推行的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转向更加注重国内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新路径。 这种转变体现在对关键技术出口管制、 外国投资限制、 关税政策和产业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手段的广泛运用。 二、这种新的政策取向旨在应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减少对关键供应链的依赖, 并保护受贸易冲击的工人和社区。 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效率、成本、 盟友关系和国际规则体系等方面寻求平衡的挑战。 三、未来政府需要建立更加系统化的政策框架, 明确哪些领域需要国内生产能力, 哪些可以依赖盟友。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安全网, 帮助工人适应经济变革。 总的来说, 新的经济政策取向需要在多重目标间权衡取舍, 以确保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 总的来说, 美国正在摒弃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共识, 转向更加注重国内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新路径。 这种转变虽然有其必要性, 但也面临着如何在效率、成本、 盟友关系和国际规则体系等方面寻求平衡的挑战。 未来政府需要建立更加系统化的政策框架, 并完善社会安全网, 以确保新的经济政策取向的长期可持续性。 简报 New Scientist杂志的投稿指南与新闻报道方向。 New Scientist杂志是一份面向广大读者的科技类杂志, 其编辑团队希望通过本指南为自由撰稿人提供清晰的投稿要求和方向。 依新闻报道方向 关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科技和科学新闻, 包括基础科学发现和高影响力的应用技术。 报道内容应具有时效性和新颖性, 避免涉及仅对专业人士感兴趣的增量性进展。 关注能够推动科学进步的重大发现, 而非单纯介绍项目或技术本身。 二、特稿撰写要求 特稿应具有娱乐性和思考性, 不仅传递信息, 更要引发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特稿应围绕一个鲜明的故事线展开, 并具有独特的视角或分析。 特稿应避免涉及仅对专业人士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过于狭隘的区域性内容。 三、投稿流程。 新闻稿件可直接发送至相关专题编辑, 特稿则可发送至特稿组主编Daniel Cousins。 投稿时应简要阐述新闻特稿的核心内容, 独特之处, 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 如果是首次投稿, 也可简单介绍自身的写作经验。 总之, New Scientist杂志追求内容的新颖性和广泛性, 希望通过生动有趣的报道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兴趣。 自由撰稿人如能把握这一方向, 相信定能为杂志贡献出优质内容。 简报 史密森尼学报 一、研究人员分析了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180年历史的羊毛狗皮毛。 这种已经灭绝的狗种曾经是太平洋西北部海岸萨利时土著社区数千年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发现,这种狗狗的消失可能是由于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文化灭绝政策以及被迫同化等多重因素导致的。 二、史密森尼研究人员与亚利桑那大学合作,绘制出了地球过去4.85亿年表面温度变化的最详细曲线。 他们利用数据同化技术,整合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古海洋温度数据与过去气候模拟,克服了化石记录碎片化的局限性,重建了地球古气候的全球性画面。 三、英国最近出台了一项法律,赋予地方当局在某些公共场所禁止各种行为,包括静默祈祷。 一些人因在堕胎诊所附近静默祈祷而被逮捕或起诉,引发了奥威尔士的担忧。 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似拜登政府似乎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决定, 如要求英国将查戈斯群岛移交给毛里求斯,这可能会使中国获得监视和军事行动的便利。 此外,拜登政府的软弱态度也可能鼓舞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可能助长伊朗的核武野心。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涉及了史密森尼博物馆的科研成果,英国政府的宗教自由问题, 以及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争议,内容广泛而有价值。